在上个视频中 我们从微观上解释了质量守恒定律 还知道化学反应前后 元素准备不变 元素质量不变 今天我们来利用这些关系做一些计算 先来看这个 我们都知道铁钉时间长了会生锈 这是铁和空气中的氧气水发生反应 生成了铁锈 那请问铁锈中包含哪几种元素呢 反应前有铁氧晶三种元素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生种物铁锈中也就是这三种元素了 是不是很容易呢 来下一个 绿色植物会进行光河作用 吸收二氧化碳和水产生氧气 同时还有淀粉 那淀粉中含有哪些元素呢 反应前有碳氧和氢 生成物有两个 这里有氧 那这里就是碳和氢了 错了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我们只能判断出淀粉中 一定有碳元素和氢元素 因为这块是没有的 但是淀粉中还有氧元素 这也是有可能的 需要根据其他的信息 才能进一步判断 所以完整的说法是 一定含有碳氢元素 可能含有氧元素 再来一个 某未知物质1.6克 在氧气中完全燃烧 生成二氧化碳4.4克 水1.8克 那么这个物质中 还有哪些元素呢 根据生成物中 有碳氢氧三种元素 反应物中 氧气有氧元素 可以判断 这个未知物质中 一定有碳和氢 可能还有氧元素 So easy 又错了 给了你这么多数据 你就判断出了个可能 太敷衍了吧 那到底有没有氧呢 既然X有1.6克 那就把碳元素 和氢元素都算出来 如果刚好1.6克 那就没有氧 如果小于1.6克 那就有氧 如果大于1.6克 那一定是见鬼了 碳和氢怎么算呢 根据质量守恒定律 发现前后各个元素质量不变 只需要计算生成物中的 这两种元素的质量 碳元素的质量 就等于二氧化碳的质量 乘以二氧化碳中 碳元素的质量分数 二氧化碳是4.4克 这一项是碳的相对原子质量 除以二氧化碳的相对分子质量 12除以12加上16乘以2 等于1.2克 氢元素的质量 则等于水的质量 乘以水中氢元素的质量分数 水是1.8克 这一项则是氢的相对原子质量 乘以2 除以水的相对分子质量 1乘以2 除以1乘以2再加上16 等于0.2克 所以碳元素和氢元素 总共1.2克 加上0.2克 等于1.4克 说明还有0.2克氧元素 所以X中包含的元素有三种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计算 集中碳和氢的原子格数比 等于碳元素质量 除以碳的相对原子质量 比上氢元素质量 除以氢的相对原子质量 1.2除以12 比0.2除以1 等于1比2 这就是质量守恒定律的相关计算 记住发言前后 元素种类不变 各元素的质量不变 既可以判断参加反应的元素种类 又可确定特定元素的原子格数比 你学会了吗 狗狗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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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